大家好,我是保姿哥 现在是早上八点多钟 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 就去通,拿一个快递 以前给大家也拍过很多 到快递点取货开箱的视频 物件其实都是真实的 在网上购买的 不是像有些网络喷子 说的,故意去把自己的东西 放到快递点,然后包装好 给大家来演一场戏,绝对不可能 今天我们就从大门开始 外围,我们一直带大家真实的走进去 带大家来看一下整个过程 因为现在还时间比较早 所以像他们在开早会 外面全是顿风的车 然后就待会晚点再过来吧 现在他们开完会了 我们进去拿 我那有几个 昨天四个,今天一个一个五个 昨天四个,今天一个 总共五个,还东西不少 就这四个 这一个两个 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就到这个顺风点来给大家开箱 给大家来看一下,讲解一下 现在基本上隔一天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每天也发不少货 也收不少货 然后我们除了去市场 去交流会 玩店里面去淘东西之外 其实也到这个网上 好货的朋友那边去淘货 朋友说 网上买东西可不可靠 就是得看你自己的眼力 东西比较熟悉,比较懂的话 也没有问题 我们先把第一个箱打开 这里面是一个壶 它盖子拿出了 盖子在这里 这个很漂亮的一把 活着一把人物 铺细貂蝉 它这边也有文字的这种 铺细貂 江西流青系出品 你看这个它盖子是单独一整套 这个盖子是原装的 看到没有 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 一把茶壶 比如说民国晚期 50年代的壶价格都特别贵 稍微有点品质 品相好的价格都特别便宜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蛮喜欢的一个产品 手电检查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 这口言有些小修补 虽然也不什么大毛病 但是确实是老板没有跟我说这个 说是全品的 因为它修的还不是一点点 有几公分的口言 还有底下的边市都有修补 所以这个我就跟老板退回去了 我们给大家云东西 其实哪怕有点小毛病 我们都会介绍清楚 我们就把画出来前面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打开 这个白纸图的盘 白纸图的一个红盘 还是非常漂亮 我们来看看 底下是一个同制年制的一个赚款 从白纸图 然后我为什么要 从头到尾给你们拍出来呢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你们根本就没有必要 因为任何表演 它的一个做套路的一个 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卖吗 是吧 但是我根本就不投卖 跟大家实话实说 我们直播 反正有多少人就出早东西 根本没有必要像大家想的那样 还弄那么麻烦 去还跑到这里来去演戏 根本就没必要 所以这个也就不要以小人之心 说君子之户 今天我大家到实际来开箱 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当然其实我们每天都来拿货 每天都买不少 现在快打开了 里面是一个杯子 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年纪的 有很多人说你就这么一眼我哪知道 是吧 太远了我不知道 但其实那就说明你对它的熟悉程度还不够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物件 只要看着它一点点 冰山一角就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 是什么东西 就说明你对它足够熟悉的 非常典型的一个乾隆 一个冷物的杯 里面画片非常漂亮 看到没有 一个童子 一个侍女在庭院里面 拿着一根绳 做舞蹈 东西还是可以的 我们也是检查一下比一下 年份平常都在把关 所以这个其实也请大家来放心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茶碗没有所谓的一个严格的尺寸 10公分以下叫杯 10公分以上可以叫碗 有小茶碗有大茶碗 有10公分的 11公分的 甚至12公分的都可以叫茶碗 好吧 这一段时间有个小白跟我扯这个事 说到了11 12就不叫茶碗了 他认为那种大的就不能喝茶了 这个是个人的理解 很多宋代的建载 都有10公分的 11公分的 甚至大号的建载 这个都有 所以不要以你自己的理解 去把一个客观事实去把它改变 甚至去混淆 最后一件 我们快点了 在这里搞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应该是个盘子 我觉得就无论是买家也好 卖家也好 也不会说 很少有那种故意的 诚心的去干什么干什么 大多还是无意的 或大家自己误解 像很多有说以前的常用 或者说那 说各种问题 其实后来都不是问题 只是他们作为初学者 不明白那些事情 不明白那些不是问题 然后都是从自己的一个外行的角度去理解 甚至猜测 甚至怀疑你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吧 但是理解一下 尊重一下 然后搞清楚情况 再去 就是说你再来提要求 典型的一个 咸丰时期的一个画片 咸丰人物的一个特点 它的边设 这种彩头的状态 整个色调 色泽 一看就明白 所以很多东西 它的认知是从你长期的接触和了解里面去获得的 以后你碰到这种东西 你就傲话不说 你就不够确认年份了 其他的这四箱 我们就现在拿回去了 今天呢 我们就给你们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明晚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场专长的讲解直播 到时也希望大家来参与学习 拜拜